好 可以了嗎 我還是要跟你講 願意的三關 恭喜 這是你人生 這是他人生第一次 第一次兩條線 我覺得你的個性 今天是8月28號 那應該願意的是9月2號 所以第二關是9月9號 要看到幾包他有沒有 9月9號 又看到幾包他有沒有歪 9月16號看心跳 那我今天會跟你抽血 那你8月30號再來抽血 這兩個抽血值如果超過1.66倍的話 就是 對對對 我那天跟他打賭10塊錢 你說你第一次打賭那麼多 因為我那天找不到1塊錢的硬幣 你不要跟我打賭 因為每次打賭都會輸 來 賈滴滴喜好心 他這一大把要吃5.6包胎 我很喜歡吃乖乖 真的啊 你第一次吃乖乖 沒有 我很喜歡吃乖乖 乖乖有兩種 一種是那種 跟全聯合作我第一次吃過 不是 可是他乖乖是一種 不是 乖乖應該是那種 類似椰子口味的那種 不是這種糖果 不是我喜歡吃乖乖的乳糖 我不喜歡吃冰桿 不是電腦 旁邊都會放一個乖乖 怕他 吃乖乖會放乖乖 那你再多哪一點吧 每天都吃 我有一個馬來西亞的蔡小姐 結果那天我8月7號要8日配胎 我說來吃幾個糖果 結果她 孫子在開口說蔡醫師你這桶給我 只好 只好整桶給他帶回去 她懷孕了 她已經開到陰了 對 我們去拜拜 就是吃 然後有的人就買了一百包 一百包 一百包的一百 一百桶 這個 對 去懷孕 是懷孕的事情還是 對 就是有一間廟 就是專門在求職 好 那你換我兩桶就好了 我今天等一下會跟你抽血 然後因為你已經確定懷孕了 我就可以放心大膽的安胎 因為我如果不確定你懷孕 我打A7的話就會影響判讀 那這個懷孕了 所以我就 現在跟她抽背打A7 然後等一下打 黃女士你今天打了 對 我剛剛 那 我看流血就可能 我等一下請小姐 可能跟你打個IV 打個純三明跟阿托西棒 然後先按再說 好 我想A7還是不要打好了 因為會影響到後續的判讀 對 你請學姐跟她打阿托西棒跟 對 那還是要跟你講三關 9月16號才算輸 就是有看到訊料才算輸 那這個我會貼在你的病例 幫你幫我簽個名字 恭喜 你們兩個會結論多久了 兩年多 不過這樣子累積試完嬰兒 包括別的醫院 加起來也五六次了 四次 四次 應該會破百 早就破了 一百次 一百次 不是吧 我說花費 對 可能 我把它寄下來 你是要寄給你帳戶看的嗎 這搞日期我會知道嗎 我會拍給你 等一下我會來給你 我會來給你 因為這要提醒你的 因為我為什麼要 我本來就用口頭講 但是為什麼後來用索解 就是說怕病人 比如說我願意有 後來沒有看到胚胎 或是因為有看到胚胎 沒有看到心跳 有時候病人會火大 所以我現在就是先 白紫黑字貼在病例 這個我會來給你 就是說 因為我們沒有做胚胎快篩 所以不確定才是正常 今天有胚胎快篩的話 我會在你寫下面這個 因為即便有胚胎快篩 有心跳是比較有可能 但是沒有胚胎快篩 但是你三個胚胎很漂亮 所以今天願有的話 而且提早五天驗 應該會脫胎 那這樣的話 我今天跟你抽完學 你三四號再過完學 你九月二號就不用來 因為我覺得二號要去台北 TVBS錄影 要講多浪暖草 我記得我已經在